谢俄贤与前妻Kiana婚宴后闹得沸沸扬扬 所以Kiana以侵害配偶权将谢俄贤 陈香妮告上法庭 最终打赢官司获赔120万元 近期Kiana透过现实动态表示 法庭判决下达至近谢俄贤夫妻 仍未支付一分一毫 并透露要是对方恶意不还钱 可以实施扣押 同时直指陈香妮日前出席活动时 使用的包包是网路上买的假货 尽管陈香妮澄清包包 是由品牌方提供的赞助商品 单人遭到Kiana质疑为何不附上于品牌的对话记录 并亲自打电话向相关门市求证 得到了否定的答复 就是说你们会有赞助别人包包出席活动这种事情吗 我们没有相关的部分 所以没有这回事对不对 我们没有的 对此陈香妮于18日发文表示 已经将品牌门市的购买证明记录 私下提供给媒体 但碍于单据属于私人资讯 加上商业合作保密规范 因此无法公开曝光 除了对赞助单位道歉 并感谢对方的支持与协助之外 他也向遭受Kiana电话骚扰的品牌门市店员道歉 不过人有网友不买账 认为夫妻俩一分一毫都没拿出来 怎么还打扮得这么光鲜亮丽